大家好,美国卫星观测组马萨尔科技22号发现,中国南海的华英岛入口设立新的浮动屏障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25号对此进行了确认,也发布了相关视频 这个消息实际上我当时也给大家做了最新的视频 也给大家提醒了,中国的这个浮标实际上是可以阻挡洼人,包括渔民进出华英岛 中国外部发言人毛宁26号在计算会上表示,黄云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近来,菲律宾方面在黄云岛海域采取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去年9月,菲律宾曾针对黄云岛附近的浮动屏障进行了特别行动 将中方设置的屏障拆除 菲方当时指出,中国在黄云岛部分地区设置屏障 阻止了菲律宾渔民在该区域捕鱼 当时的事件发生,造成两国紧张情势升温 中菲两国针对黄云岛主权捕鱼问题,爆发多次冲突 黄云岛于12年被中国占领 此后中国一直在黄云岛派驻海警 另外中国的渔民也组成海上民兵进行护鱼行动 根据菲律宾方面公布的最新的视频显示 中国海警在黄云岛海域对菲律宾的公船进行了拦截 两艘中国海警冲击船在黄云岛入口撕射浮动屏障 中国海警的船委紧随菲律宾渔业水产资源局公务船 在距离该岛浅滩1.3海里及2.4公里处展开封锁行动 并近距离靠近菲律宾的船只 飞方认定中方设置的浮动屏障 目的在针对菲律宾公务船 因为每次中方在黄云岛附近监测到菲律宾船专支之后 都会设置屏障 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方面设置屏障 主要是阻止菲律宾的公务船和菲律宾的军方靠近黄云岛 黄云岛位于菲律宾200海里内的专属经济区 中国现在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黄云岛设置浮标 也说明黄云岛中国方面有军事 中国如果一旦把黄云岛军事化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的军事装备 包括在马尼拉部署的美国军事人员 菲律宾这些军事基地都会成为中国打击能标 实际上菲律宾的作用就下降了 因为菲律宾作用主要是在北部来提供对南海和台湾海峡的支持 但是中国把黄云岛军事化 现在设立浮标就是军事化的第一步 我现在还没有填海 但是我设置浮标以后 浮标可以阻止你的挖人 阻止你的渔船登岛 未来我的军事设施包括人员登岛 将黄云岛军事化 美国在马尼拉在菲律宾建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 都在中国导弹射程内 你可以这么想象 中国400公里的火箭炮 从福建运到黄云岛 就可以完全覆盖整个大马尼拉地区 400公里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的一个火箭炮就可以覆盖马尼拉 覆盖菲律宾北部全境 那宫古海峡 菲律宾原本是用菲律宾 它的这个靠近公共海峡的优势 来阻截解放军的军机 包括运输机 加油机 战机通过公共海峡 阻截美军 试园台湾 那么如果菲律宾参战的话 在黄云岛的解放军 有能力打击菲律宾 在公共海峡附近的军事基地 那美军在菲律宾方向 整个作用就下降了 大家一定要看懂 就未来一旦开战的话 菲律宾它不会起到作用 中国从黄云岛方向就可以打击菲律宾 它参战的一些空军基地 包括燃料基地 那菲律宾的作用就下降了 而且会打击马尼拉 打击它的首都 如果参战的话会对菲律宾高层进行斩首 这都是威胁菲律宾 菲律宾不会参战 也是警告菲律宾 所以中国把黄云岛军事化 特别设浮标 为什么引起菲律宾方面 国际方面的高度关注 还有一点 黄云岛军事化以后 中国在南海就实现了一个三角形 中国实际上对南海的控制 实际上让美国 特别是让昂鲁萨克逊 还有让日本非常紧张 因为美国一旦失去了对南海的控制 特别是进出印度洋太平洋水道 你想一想 海洋文明失去了海上最大的太平洋的进出通道 那么也就预示着昂鲁萨克逊海洋文明正式退出了海洋 退出了世界海上霸权的争夺 中国一旦控制南海 美国进出南海 都会受到中国的威胁 甚至中国可以完全封锁住南海 那么有一天美国 他在太平洋 在印度洋参与作战的话 中国完全封锁南海的话 那美国就会失去战场上的主动 美国就不再是日不落帝国 至少在南海在太平洋 美国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将没有战斗能力 也就是中国完全封锁了南海 把美国完全赶出了西太平洋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失去了海上的霸权 没了海上霸权 没了军事霸权 也就没有了世界霸权 美元霸权也就极其可悲了 记住啊 之所以大家都用美元 是美国在海上有霸权 大家的贸易都必须要用美元结算 但是有一天发现 就在南海 就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水道 美国竟然不能自由航行了 中国有一天阻止美军进入这个地区 美军不能自由航行 大家还会用美元吗 你还会用美元吗 你还信任美元吗 如果大家都抛售美元 都不信任美元 大家不都存美元 美国怎么完成自己的收割 那么也说美元霸权的旁落 美元失去了霸权地位 美国的科技霸权 军事霸权 就不能保证 所以这是南海对美国非常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点 黄银岛军事化以后 台湾的作用就下降了 因为黄银岛军事化以后呢 通过南海 通过台湾海峡船只 都会受到黄银岛影响 那么也就是说 虽然美国能够控制台湾海峡 但是到了南海 到了这个南海 最重要这个水道 还是被中国拦截 那么台湾的作用 你看就大大下降 就中国其实可以通过南海 将台湾作用下降 让台湾成为美国的副资产 过去台湾呢 美国控制台湾以后 把它当成不沉的航空母舰 对大陆进行封锁 它有战略上的意义 但中国控制南海 控制黄银岛以后 那么台湾的战略意义就下降了 我虽然不能控制台湾海峡 但是我在南海 照样可以期断你的补给线 台湾作用下降以后呢 美国在台湾的投入就要减少 美国就发现对台湾的投入和过去比 它就不成正比 那么实际上台湾海峡对美国就没有那么大吸引力 也就方便中国未来武统台湾完成国家的统一 这是我一直在讲的 一定要看懂台湾和南海之间这种互动的关系 实际上中国现在在南海的行动 我之前一直在讲 菲律宾对中国的挑衅 反而帮助了中国完成南海的军事化 因为过去中国是没有借口的 你菲律宾也不挑衅 那中国将南海军事化 那大家都会怪罪中国 但是菲律宾现在不断在南海挑衅 反而给了中国将南海军事化的一个借口 而且是美国帮助中国完成了在黄云岛在南海的军事化 美国也在积极的向菲律宾部署装备 那我中国为什么不部署呢 全世界包括这些南海、域内国家都知道 美国正在积极的军事化南海、军事化菲律宾 中国的行动很多国家也不会介意 因为他们和中国和美国比较起来 他们实力差距太远 这就是南海、域内国家和中国和美国 实力差距太大的底层逻辑 所以他们其实不会介意中国将南海军事化 因为他们根本撵不上中国 也撵不上美国 只能看着中美将南海军事化 而中国在南海最大的优势就是 中国距离南海要比美国紧 中国比美国紧 中国可以有轰炸机 包括战斗机部署在南海 美国就不行 美国部署在菲律宾这些岛礁 这些战机 距离中国环英岛 距离中国南海 这个作战基地非常近 而且中国的远程导弹 特别是东风26 东风21 可以完全封锁住第一岛链 至第二岛链到关岛 美国就没有这个实力 美国的中程弹道导弹 它是远不住中国的 所以美国只能依托于在这些岛礁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作为支撑 大陆本土的军事基地 中国的雷达可以提前进行预警 也说明中国未来在黄云岛方向建立军事基地 将黄云岛军事化已经开始 而且会禁止菲律宾军方菲律宾的渔民靠近 那这也是中国将黄云岛军事化的第一步 未来中国把黄云岛军事化以后 我的黄云岛和中国南海的其他岛礁 包括中国的海军力量会经常在这个方向进行巡航 常驻这个地区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未来会完全有南海的控制权 这就是海上霸权 未来美国想在南海 想在台海对中国进行挑衅 甚至想对中国进行围堵封锁 已经不可能了 这就是黄云岛巨大的作用 还有黄云岛实际上 它距离世界上最繁忙的那条南海水道也非常近 通过黄云岛 日本、韩国 它未来敢介入台湾问题的话 中国就可以封锁这个水道 日本、韩国 它是完全依赖于外部进口 还有出口都依赖这条水道 不光台湾海峡 日本不是讲吗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那么南海有事 你日本有没有事 日本未来事会很多 除了台海、南海还有很多事 未来印度洋还会有事 你日本和中国在全世界竞争 你有这个实力 所以中国控制住了南海 也就扼住了日本和韩国的咽喉 中国未来武统台湾 那你可以想象 日本它从台海到南海全部被中国封锁 日本和韩国还会听命于美国吗 美国在低岛链 名存实亡 它就不是进攻那个态势了 而是防御的态势 北边还有个俄罗斯 俄罗斯在北方四岛已经部署了导弹 日本被南北夹击 驻日美军是什么 就是活靶子 它还有战略意义吗 所以我一直在讲 未来第一岛链被突破 日本会被肢解掉 这是日本的未来 也美国一定会放弃日本的利益 把日本肢解掉 为了自己在整个七太平洋的利益 会把日本肢解掉 这样才能平衡美国 而俄罗斯和中国都是战胜国 而且拥有核武器 美国是不敢动的 所以这就是牺牲自己盟友 牺牲最弱的人的利益 为大国地缘制止平衡做铺垫 所以日本是被牺牲掉的 中国完成对台湾的统一 所以未来在东北亚 在西太平洋 中国将突破第一岛链 完成国家的同意